第四十五分钟会针对这个平方投票 有投案的坑我们会做简介 那这个简介目的是想要让大家更了解 这些被投票的坑的内容 那我也会先简报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场平方投票 那这一次参与平方投票的坑呢 有两个低赛的坑 然后他们等一下分别会简介他们要做的内容 有一点专业性太高 我现在没办法帮他们简介 然后第三个是立法院大小生 再来是透明ESG开放企业永续资料库 会简报的人是DDIO 然后还有Cofax 会简报的人是Johnson Mr.ORZ 然后再来是shoutout的感谢大声工 今天应该会有常委来帮我们做简介 然后接下来是违章建筑工厂的 Disfactory的配会来帮我们简介他们的简报 好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平方投票 会最后根据投票结果我们会分配 总分数 好 那平常的投票呢会是只有一人一票 但是今天的平方投票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一票 变成99点 那今天我们投票的参与者就只限 实体来参加大松的参与者一人有99票的投票积分 好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用平方投票这个方式 是因为我们想要避免有气宝效应 那什么是气宝效应呢 就是我们不想要在大家 大家举例来说今天有A B C三个选项 那如果你真心喜欢的是C 但是你讨厌的是A 但是你因为AB是两个比较大的派系 那你为了不想要A被选上你就选择B 那这就是气宝效应 这个会造成你的选票的偏好被扭曲 那我们不想要有这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我们选择使用平方投票法 好 那平方投票呢 它比较可以完整呈现出大家的意见强度 也就是说你投7票 但是你要付出的点数是49点 你投5票 你要付出的点数是25点 你投的票越多 就等于你要付出的成本越高 好 好这讲过了 OK 那在平方投票世界里面呢 少数不一定得服从多数 所以其实有很多个少数组成的热血的少数 是可以胜过冷淡的多数的 那我今天跟大家简介一下 等一下如果你扫进去这个QR Code 你会看到的界面会长这个样子 萤幕的上面会有 你针对每一个组别 你投下的几票 那他就会计算你用掉了几分 举例来说我现在给了第一组5票 那他就会计算你已经用掉了99分里面的25分 所以你剩下74分可以投给下面的组别 那接下来你给第二组7分 就等于说你用掉了40 呃7票你用掉了49分 那就会剩下25分可以投给下面的组别 那就以此类推 好 所以等一下大家帮我点进去这个连结 可能会有那个网页跑板的情况 那就再请大家帮我直接放大你的网页 就可以正常的投票了 那今天这个投票连结的有效 是到今天下午4点 所以下午4点前 你都可以再跟每一个坑组去做交流 去更深入的认识每一个投案 他里面的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我们下午4点前